看一下米线店需要多少 上一期的内容一出 我们还能够炸开热锅 把好多人赚钱的秘密图给你抖出来了 那这一期呢 我们跟大家继续抱一抱 开米线店的开店配方 喜欢的点赞收藏 至少给你花五万块钱 就加弄别人来的好了 米线店的好处就是 出餐 无法台率高 你都不到五百尺的面便 你够你来开店了 所有的汤里都是加油包 你不会被厨师给绑架 为了做今天这一期 我花了高价钱 从头上买到的渠道 以及整套的这个餐具 我们都是试验过的 味道跟米线店是一共一样 高汤的准备呢 是1比2的AB料包 再按照1比15的比例 放进水然后烧开 一锅标准的米线高汤就做好了 那有些店铺为了怕远辜血走呢 还专门会放一些鸡油啊 鸭蔥之类的 不兔不养的食材 接下来呢 我们的操作就是 在不同的米线 还有很多汤里 那比如说原味的米线 它的配方就是 600克的高汤 加上15克的鸡油 番茄的米线呢 就是600克的清水 加上120克的番茄条味料 加上15克的鸡油 然后金汤米线呢 就是600克的高汤 加上30克的金汤条味料 像这样的配方还有很多 有兴趣开店呢 可以进去找小吃手 接下来就是餐具了 通常米线店有了自己的一套餐具 我还专门从国内 某宝订了一整套的 那这里包括汤碗 防套的碗套 还有这个小盘子呢 是用来装配料的 还有这个方形的碗呢 是用来装主料 下面一边放一些生菜 然后这个呢 是他们装这个米线面的一个板 那上面要交易打logo呢 它通常会有一定的量的要求 这一整套在某宝上大概是200多 那你要定差不多30套左右 它就可以帮你去ADI logo 老规矩 本期点赞超过500 给人家公开米线店的装修和设备 对于开米线店感兴趣的小伙伴 我们准备了全套的开业 影像设计和环览 进去演习小助手 谢谢大家 关注旭哥北美餐饮